台达以科技关怀弱势需求 以建筑节能为基础 为社会创造健康、舒适的好生活 阳光基金会长期服务烧伤及严损朋友 热是商友们最感到不舒适的原因 重建中心必须长期开启空调 但大楼玻璃帷幕容易吸热 因防疫需求又必须开窗保持通风 因此冷气的耗电量居高不下 室内空气品质也亮起红灯 台达基金会实地查访诊断 为阳光基金会提供台达的新风系统 与智慧空气品质解决方案 此次导入的新风设备 包括有吊影室与壁挂室直流变频全热交换器 搭配UNO智慧空气品质解决方案 及时监控并可联动新风设备 新风系统能有效过滤雾霾等有害成分 同时引入新鲜空气 使室内空气品质大幅提升 在办公空间也装置双层玻璃 有效隔离外在热源及降低噪音 同时协助电脑机房冷热通道区隔 避免混风 更利用台达管道扇将热能抽出 降低空调的运作与耗能 整体的改造预期可节省 30%的空调用电量 兼顾健康与节能 真的很感谢台达电基金会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们不会知道说 平常我们竟然就是身处在一个 很不忧的一个工作环境 包括我们的服务对象 所以那个改善真的还蛮迫切的 台达新风系统能有效过滤 含有雾霾的有害成分PM2.5 并搭配UNO智慧空气品质解决方案 能及时监控联动新风系统 让室内的控制品质大幅提升 台达长期为客户提供散热整体解决方案 给您健康舒适的好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